爆米花 是活泼的 是有盼望的 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 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我是芝心姐姐 欢迎你收听每周一到周六的爆米花 你有没有去过图书馆 你喜不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 如果你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好有意思的书 你兴奋的想叫爸爸妈妈一块来看 你会走过去小声地告诉爸爸妈妈 还是站在原地大声地吆喝爸爸妈妈过来 相信有去过图书馆的大朋友小朋友都知道 图书馆有个公共规则 叫做不可大声喧哗 免得影响到别的站在看书的人 所以聪明的小朋友会走到别人旁边 再小声地跟别人说话 这种不只想到自己 也为别人着想的心叫做功德心 今天你来评评理这个主题 芝心姐姐要和你说一条没有功德心的电蛮的故事 电蛮是一种蛮鱼 长得像蛇一样细细长长的 电蛮就是会放电的蛮鱼 水里的大鱼小鱼都怕它呢 好数不结坏果子 坏数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 你来评评理 海里有一座珊瑚礁公寓 里头上上下下住了好些居民 有金鱼爷爷 海龟奶奶 海豚一家 河豚哥哥 以及海马夫妻 金鱼爷爷是这栋珊瑚礁公寓里 居住最久的老住户 大家都拱推它 是公寓的大家长 有一天 珊瑚礁公寓前 养起了好大的尼莎 大家都看不清楚路了 只听见尼莎当中 欢迎你搬进珊瑚礁公寓 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们 从今以后 咱们就是守望相助的一家人 原来是新邻居入住 好些热心的邻居赶忙冲了出去 这个扳桌子 那个台柜子 七手八角的 帮助新邻居 把家具安置进来 大家全都冲进那团泥沙里 谁也看不清谁 当然 但没有见到那位神秘的新邻居 大家只知道 那位新邻居似乎很高兴 因为 他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 就举办了上大配对 不是邀请新邻居 而是邀请他的朋友们 一群鱼儿又唱又跳 摇头晃闹 我们是埋鱼 最厉害的埋鱼 最闪亮的埋鱼 最来电的埋鱼 欢呼声 传遍珊瑚礁公寓里的 每一层楼 每一户人家 那天 大家都知道了 新邻居 响当当的来头 可那一天 大家也都没有睡好 隔天一早 海龟奶奶刚有出珊瑚礁公寓 就狠狠撞上对面的石头 哎哟 我搞不清方向了 都怪昨天晚上 实在是太吵了 我怎么都没能睡着 住顶楼的海马先生 安慰海龟奶奶 新邻居刚刚搬进来 我想庆祝一下也不打紧 明天应该就不会这么吵了 第二个晚上 整栋珊瑚礁公寓 静悄悄的 大家都安心地入睡了 不过天还没亮呢 所有人都听见一阵急促的 咚咚咚咚 咚咚咚的声音 河豚哥哥吓得从床上弹起来 推开窗户 大声喊道 谁呀 害我们睡不着觉 整床公寓的居民都现了 大家循着声音 来到了新邻居家门口 河豚哥哥鼓起勇气 按下门铃 来一门的是一条 长得又粗又长 浑身闪着 雷射光泽的 电门 河豚哥哥大声地说 你知道现在才几点吗 你吵得我们睡不着觉 海龟奶奶不断摇头 一面揉着头上的肿包 那噪音又让海龟奶奶 一出门就撞上墙壁了 可是眼前的新邻居 蓝绿色的电门 忽然露出了尖尖的牙齿 冷冷地说 这里不是我家吗 我想装修我家 爱找你们了 海龟奶奶吓得倒退一大步 她坚硬的龟壳撞上 海豚家的几个孩子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啊 珊瑚礁公寓里的住户 气得全挤到金鱼爷爷家 要金鱼爷爷好好管管 这个吵吵闹闹的新住户 金鱼爷爷写了一张句条 贴在电门家门口 上面写着的是 珊瑚礁公寓的公约 清晨或半夜 不可悄悄打打 唱歌跳舞 请大家务必遵守 没过多久 电门家门口就挤满了公寓住户 只见金鱼爷爷写的纸条上头 被另外一种黑色字体盖过去 那不是用黑笔写的 比较像是用电烧的 爱管闲事的家伙 这是我家 我爱唱歌就唱歌 我爱跳舞就跳舞 没收你们门票已经很客气了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是大名鼎鼎的DJ吗 金鱼爷爷无奈地摇摇头 他可不知道什么是DJ 只有海马太太翻了一个白眼说 难怪他总在夜晚播那些吵死人的音乐 大家看着电门用电烧出来的字 上头还微微冒烟呢 从此大家全都敢怒不敢言 再也没有人敢对电门说 你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晚上睡觉时 海龟奶奶自己把海草塞进耳朵里 图个清净 金鱼爷爷在自己家的墙上 糊了好多灰泥 把墙壁裂后 就比较听不见噪音了 海马夫妻搬走了 河豚哥哥被吵得受不了 总是打开窗户大吼大叫 只有海豚一家 比较耐得住噪音 有一天 海豚家的孩子在家里玩球 乒乒乓乓乓的 就和电门家发出来的音乐声 一模一样 玩着玩着 球飞出去了 金骨的鲨鱼兄弟赶忙蹭一脚 他们在公寓外头展开了 踢球大尔寨 球猛烈地被拍过来 拍过去 忽然 鲨鱼兄弟一个狠劲 球 直直飞向电门家 所住的那一块珊瑚礁 紧接着 咳啦一声 珊瑚礁竟然断裂了 孩子们吓得目瞪口呆 然后电门家 连同那节珊瑚礁 就这么随着羊流 飘啊飘的 飘远了 那场屋里还持续传来 拼拼胖胖的音乐声 电门什么也没察觉 不过他从来没把邻居 放在眼里 想必还要过很久很久以后 才会发现 自己搬走了吧 金鱼爷爷 在珊瑚礁公寓门前 张贴了新的公约 没有公德心的鱼 禁止入住 还有本栋公寓 没有六楼 六楼的住户 连同他的家 已经搬走了 故事说完咯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弟弟妹妹 为什么在自己家里 就不能唱歌跳舞 发出拼拼碰碰的声音呢 因为你的声音 不只是住在你的家里呀 也会跑到别人家里 吵得别人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既然要住在一起 要做朋友 就要懂得为别人着想 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却干扰到别人 有人来提醒你 你可以把这些提醒 当作是对你的帮助 帮助你成为一个 干懂的 为别人着想的人 帮助你 被很多很多人喜欢 大家都乐意 做你的朋友 包米花 执行之节 下一回 再与你空中相会咯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西海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民歌 跟着学习或选择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高风太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